你不戴上吗 你不戴上吗 我帮你戴 好 我帮你戴 我帮你戴 学长 其实我以为你会拒绝我呢 你为什么 因为你跟大超学长说出国不关我的事 而且你还让我给你时间去考虑 在这儿之后 你都一直躲着我 我没想过你会这么想 好的老师 我现在马上过来 不是 学不学你啊 所以竞赛你得了一等奖 怎么 不行啊 行啊 太行了 杨哥 你太给力了 这样晓越就能一直留在我身边了 恭喜你啊 恭喜 恭喜 你不是也正储备 这么永远表白呢吗 对啊 那你要是出国了 描描怎么办啊 我出国跟夏淼淼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你要为了爱想 放弃学业啊 怎么可能 我两个都不会放弃 学长 我有话想对你说 不会吧 难得要跟我表白 我喜欢你 我支持乌鸦嘴 学长 谢谢你 那我准备的表白怎么办 你这人怎么结虎啊 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给你答复 你等我把项链设计出来 很快 学长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吗 我妹刚刚给我发来的年龄的照片 我正好看见你 就想让你看一眼 挺可爱的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我先走了学长 我不吃陌生人的东西 我不吃陌生人的东西 我们是陌生人吗 不是吧 所以你想好了吗 你姐到底喜欢什么 你问我姐喜欢什么干什么 主要是因为嘛 我姐的兴趣爱好有点奇怪 说出来怕你不相信 你说吧 我努力相信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手提 里面装了什么粉笔啊塑料啊之类的 还有一罐过期了很久的八宝粥 八宝粥 你姐喜欢吃八宝粥吗 应该是吧 不然她为什么藏着不给我 你姐的兴趣爱好确实有点奇怪 八宝粥 village 原来 разв... 原来这条项链是你设计的 那这个时间呢 九点三十分 为什么是九点三十分 因为这样设计好看 这个送你 这次可别又放到过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妈 我在回家的路上呢 马上到家 我妈让我赶紧回去 好 我送你回去 你先回去吧 我看着你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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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没睡啊 你等下 我不去 为什么 去年的哈尔滨之行 因为开拓不同意 就没去成 这今年开拓都同意了 你又闹什么情绪啊 反正我是不去 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忙 忙什么忙啊 你以为你是领开拓呀 意见那么多 高铁油的路线 已经在协程上定好了 我就是来通知你一下 早点休息吧 有你 这小拓 好不容易接纳了这个家 你就多体谅一下吧 妈 我都说了我不喝草莓奶昔 你要想试你新的果树鸡的话 你去找梁又妮 她最喜欢喝奶昔啊 谢谢你啊 我已经试过草莓奶昔和木瓜奶昔 奶昔的东西一听啊 就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听说 你答应过你要去杭州的时候 去就去呗 怎么 我不想去啊 你不想去的话 我们就一起说不去呗 那倒也不是 我其实想来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啊 还特地跑过来跟我说 我今天和淼淼表白了 他肯定答应你了吧 他肯定答应你了吧 行了 我知道了 淼淼也太猜了 两秒钟都保护不了我 真没意思 太疼了 要不你也来玩一下吧 算了 算了 你肯定更惨 你信不信我可以保护得你滴水不温 得了吧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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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死了 别硬要打下去 阿姨 开拓说想喝草莓奶昔 这 弄挺好啊 看着放映月了吗 对了 你放映月怎么还不来呀 放映月怎么还不来呀 这位同学 你是来拿奖的吗 开始放映月了 拿几等奖 一等奖 那你就是梁远年喽 你好 你好 关注你好久了 关 关注我干吗呀 我想要求你 毕业以后来我公司工作 好 毕业再说吧 还草着呢 那你记得毕业以后来我公司哦 我现在就特批你 不用参加面试 来了直接报我的名字 我的秘书会给你安排好的 不用了 一般像那种面试 都不用去的小公司 我应该也不会去的 这 你这个学生 这梁远年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他该不会赶不上了吧 学长刚说了 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所以呢 梁远年和你表白完之后 你俩就再也没见上 对啊 我舅舅也真的是 他估计还不知道自己造了什么孽吧 他们一家人关系好不容易才缓和的 一起出去玩也是可以理解啊 我们苗苗啊 真懂事 这儿 我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会迟到呢 飞机延误了 不过好险 协商的街机车是免费无限时等待的 那还好 我去领奖了 你来了 那我也得去工作了 好 我们恭喜获奖的各位学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全国大学生 建筑设计方案竞赛的赞助商 方氏集团的总裁 方宗泽先生上台 为各位获奖的同学颁发奖状以及奖杯 有请 谢谢 这个样子 你能当大公司的总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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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良人家 你觉得是我吗 好 刚才认错人了 挺好的 挺好的 谢谢 祝贺你啊 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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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流程呢 我们就有请方总裁 为我们海大建筑系送上祭语 有请 有请 同学们好 同学们好 拿到了三等价 请大家给她一些掌声鼓励鼓励 我没有听错吧 这场地一点也不像 不是吧 方晓月是方氏集团老板的女儿 忽然觉得也只有她配得上我们又年学长了 请大家给她一些掌声鼓励鼓励 学长 我先去模型教室等你 在这次的建筑大赛中 我们看到了很优秀的建筑 恭喜你拿到一等奖 谢谢 上次方晓月被表白的时候 我们都在场 所以 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啊 不是 是 那咱们 爱丁堡大学见 什么意思啊 我申请了爱丁堡的资费交换生 已经通过了 所以 我们会继续成为同学 到时候就齐多多指教 我看 不太方便 我们现在的建筑工业 非常迫切地需要这一类的人才 谢谢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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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了 我的小公主啊 爸爸哪里做错了 你倒是告诉爸爸呀 你能不能别再叫我小公主了 你刚才在台上那么说让我很尴尬 我说问你怎么看我呀 你就不能低调一点吗 你明明就知道我不喜欢引人注目 我就是忍不住嘛 我的女儿这么优秀 我还不得让大家都认识认识 爸爸约了你们的院长 习主任还有几位专业的老师 他们都是建筑系的权威 一起吃个饭 其实 认识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嘛 你以前一直阻止我 现在趁着你得奖的机会 我要好好地张罗张罗 叔叔 你好 我叫王一超 是小月的朋友 怎么又是你啊 刚刚冒充林佑年 现在又要冒充小月的朋友 你到底想干吗 你有什么目的呀 我 我的目的是追求你女儿 小月 我告诉你 你要是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怎么继承我的公司 我本来就不想继承你的公司 爸爸就是想让你找一个靠谱的男朋友 刚刚那个拿一灯奖的梁又年 我觉得挺不错的 行 这位有钱的方总 他就是我男朋友 他就是我男朋友 呀 igs 韩满满 小月 这位DO ladies 写淡淡了 写淡淡了 在想什么 你没想什么 认不认 爱是种悬的感觉 只是听朋友说过 你心动或是才会轮到我 你是如此耀眼的初衷 我只是淡淡的疯 却幸运的被你捧在手中 Can you sing my heart Can you remind my mind 住进我的眼睛里 把情话温柔地说 是你在我左右 你只为我守候我的心 模型教室是个专业的地方 希望你们尊重 我们走 明白 我们走 梁又年 我对你很失望 我一直以为你和我是一样的人 我们都有坚定的目标 会选择最优秀的道路和最适合的人 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人 明白 我们走 如果 你今天的选择是方晓月 那我无话可说 但你选择了夏淼淼 我实在无法理解 夏淼淼很优秀的 也不需要你的理解 而且我这个人的忍耐和礼貌也是有极限的 请你不要再来挑战我 我给你视频 我给你视频 我给你都是小子 刚还是小子 你去看了什么 我给你出事了 我给你分手 我给你分手 你什么意思 别这么严肃嘛 又不是什么大事 我还想当富二代呢 我爸不配合呀 富二代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快乐的 不是吧 富二代比我想象的 还有快乐啊 你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那小时候吃那泡泡糖 那不嚼的那种啊 那个转笔刀都是用那种 手摇的那种 你文具盒打开之后 都三层楼那么高 你们家不是开文具店的吗 是啊 我也没听说过吧 家里卖什么 小孩缺什么 我爸给我用的 都是那些残寺品 我爸 他从小都是把他觉得好的东西 一股脑子塞给我 不管我需不需要 也不管我 是不是会有压力 今天因为跟我爸之气 利用了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这种程度的利用 我非常欢迎 吃吧 嗯 来 给我吃一下 吃一口 对了 小月 我有件事情 要给你求证一下 你说 你小时候玩的芭比娜娜是不是都是正版的 你吃吧你 我不同意 为什么谈恋爱要偷偷摸摸的 是因为刚刚的事吗 也不全是 只是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 我确实应该更加努力 你能不能等等我 等我准备好 你现在就挺好的 没什么好准备的 学长 干吗 不要生气了吗 来 随便 随便 你看 天台这么美 生气 不好吧 美吗 那还没有你没 那么今天这堂课呢 我们重点讲一下高层住宅建筑设计 住宅呢 大家都知道 是供人们日常居众使用的建筑物 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审美的变化 高层住宅逐渐成为最为常见 最受欢迎的住宅形式 那么高层住宅的建筑高度呢 一般呢 会大于二十七米 服饰图案 服饰图案 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衣服 或者穿戴物品上的花纹 那么 服饰图案按照工业程度 你下课了吗 它可以分为毅染 服饰图案 还没呢 因此大家在设计高层住宅的时候 好 那么 那等一下一起去食堂 二饭门口见 你们进服装系之前 都是有过美术公理的 好 不要再戴上林霞了 首绘 水彩 素材服饰图案设计 以水彩画的方式 会是图案素材 是后 可是林霞说 他也想去二饭吃炸鸡腿 一定要注意 我给他买十个 你打包回去 兼具 还有套型设计等因素 梁又年 上我的课玩手机啊 是不是觉得自己竞赛得了一等奖 要去爱丁堡了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不是不是 没有老师您的教导 我是去不了爱丁堡 少给我拼嘴 上课说不要玩手机了啊 是 那么刚才讲到啊 手绘元素复制 服饰图案设计 第一步 同学们 中午好 我是海大广播主持人何欣 马上就要迎来 国际儿童图书日了 配合工艺日主题 向新闻社联合美术社 计划手工制作一批 儿童手绘图色书 我们把书送给 有需要的小朋友 以举手之劳 学长和小悦学姐一起来的 小悦学姐那么聪明 我一会儿肯定落下 咱们快点吃赶紧走吧 咱们快点吃赶紧走吧 那什么啊 太敢吃了 梁梅学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怎么 和林霞学姐就经常见了 林霞学姐好久不见 梁梅学姐 你暑假过得好吗 还不错 非常好 非常好 学长 夏姐 梅梅说你喜欢吃鸡腿 特意买了两只 学长大人 您坐我这儿 这座南朝北 阳光明媚 工艺主考 这座南朝北 风景确实好 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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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好 您不在乎 你不在乎 学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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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的 你喝吧 谢谢学长 我一会儿把钱转给你吧 好啊 那是微信呢 还是支付吧 微 微信 行 这个吃吧 我 我不吃这个 谢谢学长 诶 我的 对不起 是你的 你好 学姐 你来啦 淼淼让我给你带的包仔饭 说怕你太忙了 忘记吃饭 谢谢 我最爱的辣味包仔饭 学姐 美术社在活动结识之前 大概能出多少本图色书啊 大概五十色的样子 为了能够尽量多画一点 我们把画图的教室 改在了建筑系的模型教室 这样呢 就方便二十四小时画图了 那我算好给你们预留的空间 就是 还有一件事 不知道你们美术社能不能帮忙 到时候运东西的货柜车 我想请你们在车身 帮忙画宣传标语 和图案 没问题 回头我们又年说一下 太好了 喂 你好 喂 女儿啊 你的电话不是没坏吗 那你为什么不接爸爸电话 你就用水手机给我打电话 我再忙 没空 挂了 等等等等 你那个捐收的活动 我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又怕眼线盯着我了 我这不是想支持你一下吗 你看你这个活动 爸爸给你捐一百台台手机 好不好 不用 你捐一百台手机干吗 小朋友用不上 要不然我转软件 还是监视 我听说最近有一款平衡车也不错 可以给小朋友用来代步 要不然我给你批个款项 你看全什么都可以 原浅 原浅 转铁 你也有多笔 来来来 抱歉你把他都看了 我是认真的 爸 爸 要不你这些点读笔吧 什么叫点读笔呀 交给你秘书去做 让他买一些 然后寄到学校 好 那要买多少 一万只够不够 一万只 一百只吧 我的社装机 先买一百只吧 一会儿我把联系方式 发给你秘书 挂了 太棒了 学姐 一百只监督得先的事 解决了 大吃一顿 小李子 你们知道小李子还在食堂买对呢 怎么今天吃饭的人那么多呀 晶晶啊 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下床上个厕所还得套个裤子 我下床上个厕所 我可不吃你这破玩意儿啊 这一天天狗粮吃得够够的了 还给你啊 我走 谁让你们都没有女朋友的 要是有的话 欢迎你们天天到我们边宣扬 能忍吗 忍不了 双手啊 喂 这比人呢 有是有啊 但不给宣扬